這醫學系的高材生 其實他們現在是真的 很努力的在學習 好像時間分配也很重要是嗎 我們來看每一個人不同的這個 圓餅圖 站最多還是睡覺 因為我覺得睡覺很重要 對 因為 對 然後再來 讀書的話是20 對啊 對 OK 20 對 然後另外的話我會打球 對 我會 就是會有一些運動 就是一定要運動 對 然後還有拉琴 拉琴 不得了 加分 就是拉小提琴 那個部分那都是拉屎 對 拉屎 是滿佔我們都時間的幫助 對 然後看電視 對 看電視 我會 上網 還滿喜歡看新聞什麼的 就是Update一下 就是市面上一些問題 就是不是只有在讀書睡覺而已 對 你滿不錯 你還有20%在約會 對 就是跟朋友出去 就是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是還是要出去 就是透透氣這樣子 對 這還滿平均的啊 對 還OK 還有睡到覺 趙哲 我們看一下你的 好 那其實因為 實習就50了 對 因為其實就是很早 幾乎要到7點大概就要起來 然後大概6點 就是好一點就6點才能 6點就能下班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就有點像 上班族的工作 對 那當然就是 睡覺還是很重要啦 對 其實就是大概 佔了20%左右 不是 你那個很慘 還有準備報告又15 所以你整個為了醫學系的話 是65的時間已經去掉了 其實是實習啦 就是像他們還是學生 就是還沒有實習 其實可能不用那麼多 但因為我們實習 有時候隔天早上 有一些會議 我們要報一些東西的話 你就要稍微準備一下這樣子 約會有10%的時間 對 就是 對啊 還是需要一點個人時間 所以你只有兩小時的樓 兩小時不錯了耶 天啊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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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也在寫論文很忙 這樣剛剛好 他們已經在自己的話 自己的位置 對 自己的位置 對 自己的位置 上網只有5% 所以你不常上網 就是不會玩一些遊戲什麼 就是頂多用Facebook這樣子 頂多上一下A片網站嗎 還是 有啦 以前有時間 現在沒有了 耳朵很 現在沒時間 現在沒時間 是 接下來問 睡比較多的喔 35 是 因為有時候比較累 我就會想說就睡久一點 你好滿閒的耶 因為你讀書只有5%耶 對啊 因為打課又練球 接下來95%全部打工 練球 玩電腦 社團 夜遊也算一項 夜遊 因為那個讀書是 他說這是一天的時間啦 然後他算5%的話大概 就分配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每天都會念書 就有時候 然後就是把考前 因為考前會念比較多 所以就把它分配過來 就變5%這樣 你個人的嗜好有夜遊這一項 沒有 夜遊就包含 你就是跟 一天要兩小時耶 同學去 對啊 你在虛弱嗎 還在幹嘛 就是可能去夜唱啦 夜唱 對 或是就是跟朋友出去喝酒聊天 之類的 夜店 對 你現在大幾 大四 大四還可以這樣 就可以啊 對 趙哲大四的時候也是這樣嗎 沒有 那個是他們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這樣子 沒有 我比較混一點 對 讀書比較少一點 所以還是可以看個人的調配嘛 對不對 所以陳醫師你覺得說這個 現在的薪水大概至少是多少 可以給我們一個範圍嗎 給他們這個 如果是住院醫師的話 大概差不多10萬出頭 然後如果是主治醫師 年輕的話大概15到20 然後比較主任級 那是病人很多 可能就沒有上限 30 50更多都有可能 可是那個要擋很多年 才能夠達到啊 對 所以一畢業的話大概是 是說醫學院畢業嗎 對 剛畢業 醫學院畢業 像他們現在一畢業可能還要實習 實習大概就1、2萬塊而已 實習這麼低喔 這麼辛苦 1、2萬塊 住院醫師開始 那個就是薪水才會有到 差不多10左右 而且這是在一般醫院 如果你是去公立醫院 像台大什麼沒有那麼多 大概5萬到7萬吧 就我知道 我沒有記錯到 大概要多久從 你說剛剛畢業到 你剛剛講的5萬7萬 那個要累積多久的時間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就是如果你畢業以後 然後你考到執照 以前我們 因為我比較 我是古人 所以我們以前是先實習完才畢業 然後他們的話 現在可能有些是畢業以後 然後還要繼續那種 整個一般醫學訓練的一個 那種執照很難考嗎 不好考 所以大概要幾年 如果他們要到住院醫師的話 住院醫師就要看科別 有得最快3年 有得到5年到7年 像整型外科 住院醫師就要當7年 只是住院醫師而已 你等於就是你 是菜鳥組之醫師 大家已經在收包包了嗎 這些民營大師 就是很累 太久了 來 家綺 就是我想問三位來賓 就是現在剛剛有講到說 現在的醫生的薪水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豐厚了 那請問你們三位來賓 有想要說 有想過說要放棄當醫生這個夢想嗎 放棄嗎 有啊 一定會 就是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譬如說 那個家屬很爐 就一直指責你說 為什麼不做這個 不做這個 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然會很想放棄 不過其實 有時候想說 我都花那麼多時間了 現在在放棄 就是實在是太划不來這種感覺 對 當然如果看 當然就是如果病患很感謝我們 當然我們也會說 選擇工作是值得的 對 但一定還是會有說 想要放棄的時候 對 那大家覺得這個醫生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Look 我覺得醫生他們都有那種催眠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很痛 然後可是醫生說 不會不會很快就沒事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真的沒那麼痛啊 我覺得他那種安定人心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就是這種能力 對 Alan 你覺得除了就是技術方面 其實醫生還有哪些能力的訓練 就像剛剛那個同學講的 還滿就是要 要可以忍 對 就是像除了病人 有時候會跟我們嚕什麼的 事實上 進去實習以後 可能有一些就比較大的學長 所以組織可能也會指責你說 你什麼這個也不會 什麼那個也不會這樣 我覺得那畢竟都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 對 如果擁有就是除了忍耐 對還是要可以跟病人溝通這樣 那學長 趙澤你覺得 好 我覺得剛才其實那個 Look講那個催眠 對 所以其實那個 不是講說催眠 因為基本上就是 有時候病人來 他不是真的就是身體有難 哪邊都難過 他其實就是想要有人關心他 心理醫生 對 所以說催眠 有時候你跟他稍微耐心一點講一下 講一講他就不痛了 對不對 可能是剛剛LuLu有寫一個 對不對 同理心你覺得很重要 就是醫生如果就是可以 我在講什麼 然後他同時可以體驗出 對 然後聽你講完之後 然後再跟你說 那你要怎麼做怎麼做 很耐心跟你講完 你就會覺得 我自己好像同時也好像有點好了 然後醫生也願意聽我講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耐心也很重要 對 當然很重要 對 因為在你們眼裡 可能是第101個一樣的人 又走進來 對 所以可能有些醫生就真的覺得 外面還那麼多人就說 這樣…吃藥 擦藥 好了 出去 那他就會覺得 我是排了四個小時 我 對不對 因為那個同理心真的很重要 好 接下來要來看一下 這個第三點 其實這個女生眼神不一樣 桃花待遇特別的多 三位 同意這一點嗎 勸插 三個插 真的假的